2022印度太空大會日前在德里登場 印度衛星產業協會和台灣太空產業協會 在開幕典禮上進行合作備忘錄的交換儀式 深化雙方的合作交流 駐印度代表葛寶軒表示 備忘錄的簽署是台灣和印度 推動合作的重要一步 為彼此的未來交流注入更多動能 印度在太空產業發展方面 這個過去幾十年來 也累積了非常多的經驗 跟這個產業上面的這個利基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習 跟合作的這個榜樣 那我們希望說未來 藉由這個備忘錄的簽署 雙方能夠有很多的交流合作 那對我們的太空產業 也能夠益助這個動能 根據備忘錄 台印雙方將促進會員交流 包括舉辦研討會和國際會議 開發商業合作契機 交換資訊和知識 支持彼此產業的永續發展 這個MOU 會能夠 能夠與國際合作的合作 與國際合作的合作 與台湾空間的合作 與台湾空間的合作 台灣有很多技術 可能與台湾的技術 與台湾的技術 進行印度莫迪政府 會提供印度莫迪政府 大力推動自力更生 和在印度製造計畫 近年來延伸到太空產業 也鼓勵民間業者參與 增加太空經濟在國家發展的比重 這場大會是由印度衛星產業協會主辦 印度通訊部 國防部 和太空研究組織等政府部門協辦 為期三天 共有來自二十多國 將近七百名太空專家和代表與會 中央社會林行健 德里報導